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银口港吉兴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二队驾驶员刘德里 入职公司十年来 他的货车开了近70万公里 既没大修更无事故 他说这辆车就是他十年的兄弟 刘德里经常到银口老边区一家钢板公司装货 再送到银口港 装车时他是配合员 卸货时他又变身安全员 骑下就供银点 刚好我拉几条货 投一票货是银账板 我拉几条货是银账板 放便宜供银点票快 我拉几条也快 再一个就是有时把沉溺情况下 告诉他一声 把分量沉 提醒一个电池电 掉下注点液 在公司 别人的车每三天就需要被检修人员 循环检查一次 而刘德里的这辆车总是免检 因为每次完成运输任务后 他就会给爱车做一套全身检查 刘师傅 平时开车保养都非常仔细 车都开了十年了 车款还好 还在创造价值 确实厉害呀 检修 装货 运输 卸货 清理 这就是刘德里的日常工作 入职公司十年 他连续十个春节都是在车上度过的 把跟家人团聚的机会让给了工友 出车十年 刘德里驾驶的货车安全运行近七十万公里 拉货七十万吨 这个数据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都是比较罕见的 它体现了对工作的热情 应酸和负责 别人都拿着车当着运输工具带 而我呢拿着当着自己兄弟带 十年的陪伴都有一种兄弟之情 驻败鱼圈记者报道